这个伟大视野的这种能力和素质 能力和素质 什么样的能力 思想的能力 行动的能力 思想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能够认清问题 这叫思想力 那么你还要能够有下手出 能够干事情的这种能力 这是时间的能力 所以我说这个能力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各方面 有这两个方面 我想其他的问题 相对的而言 都可以去补充 去充实起来 那么当然第三 你必须得有一种责任感 因为你有一种坚定性 你有一种能力 但是你没有责任去干 那恐怕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呢 责任心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青年人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这种东西 能够在我们的这种信仰引领下 在我们的能力支撑下 在我们的责任驱动下 那就能够把你这优秀的素质呢 就能够用在真正该用的方向上 而不是天天打游戏去 对吧 所以我认为这是 我想简单的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吧 那么第二个同学呢 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事项共产主义的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 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原大目标 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这一点 每一个共产党员 每一个有违情 都应该是违解的 但是共产主义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共产党人 真正的共产党人 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 一定是要把最高岗领 和最低岗领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把远大的目标 和当下的奋斗结合起来 过去我们经常说 要仰望星空 还要什么呢 脚踏实硬 是吧 这两个方面要结合 其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 第一个文件 你们看一下 就是要在中国 鉴刺实现一个 共产主义的社会 当时就提出来了 但是我们二大说得很清楚 我们呢 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人 所以作为一个政党 他很清楚 所以共产党它是 最高岗领 与基本岗领的统一论者 是最高理想 和共同理想的统一论者 所以说我们说呢 毛主席当年 就成立共产党之前 他们有一个口号 就是说 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什么提这个口号 它实际上就是把 世界大同和中国的结合 结合到一块 中国是我们的下手处 而世界是我们的市野 那我们可以这么讲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元气的目标 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我们眼下要做的事 而我们每一个人 你现在呢 就是要在眼下做的事中 你投入你的精力 投入你的努力 但是呢 在这种做好眼下事的过程中 我们又要避免什么呢 功利主义和使用主义 所以这就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辩证法的问题 共产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区别 就在于 它是找到了一种实践的路径 这个实践的路径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做着 所以我们说呢 共产主义 它很遥远 但是遥遥有期 而不是虚无缥缈 我想可以这样来说吧 好 我的回答不一定让你们满意 但是呢 尽我的所能 好 谢谢 刚才金老师回答了两位年轻观众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题 每一个时代的青年都有每一个时代青年的责任 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是信仰 也是目标 感谢 大家的参与 今年呢 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百年 可以说是苦难辉煌 百年风雨兼程 百年风华正茂 在这一百年的历程里 中国共产党坚守着初心和使命 为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 不懈地努力 今天呢 我们比任何一个时期 都要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在讲座的最后 金明清研究员呢 也引用了毛泽东同志 在《星星之火可以聊言》中的一句话 那一句话呢 是讲当时的革命高潮 金明清研究员呢 用这段话呢 来类比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光明前景的到来 我想呢 我们在这里呢 来重温一下 这段话 它是站在海边 遥望海中 已经看得见 桅杆尖头了的 一支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 远看东方 一件光芒四射 喷勃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 快要成熟了的一个胎儿 同学们 朋友们 我想作为中华民族的 优秀的儿女 作为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都期待着梦源的一刻 今天非常感谢 金明清研究员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金明清研究员的精彩报告 谢谢金明清研究员 今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兰台讲堂 也将推出党史系列讲座 请大家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的兰台讲堂的第二场 就到此结束 谢谢